台北市新義區公園 平日裡還是能看到大批家長帶小孩玩耍 但根據台北市民政局統計資料 結婚及生育率正在逐年下降 今年的1到3月跟去年109年1到3月 同期來相比的話 這個出生人數大概少了1000人 那結婚的對數大概少了600對左右 現代人不婚不生觀念越來越普及 從內政部及農委會資料來看 2011年15歲以下人口350萬人 毛小孩數量154萬 短短10年時間出現黃金交叉 2019到2021年毛小孩的數量 首度超越15歲以下兒童數 生育率每況愈下 儼然成為國安問題 養小孩你可能還要擔憂 他的未來還是什麼 但是寵物他就是 我好好的陪你這一生 現在的女性都這麼的獨立 也不需要依靠男人 對自己過得好比較重要吧 眼看結婚生育率屢創新低 各縣市政府出奇招 臺北市十二個區公所 每個區公所都來辦所謂的單身聯誼 我們希望就是他在地化 他認識完之後 然後進而完成他的終身大事 除了推廣聯誼活動 台中市政府還開設 媒人養成班 傳授現代紅娘 作媒技巧 促成好姻緣 北市則在眼裡提供結婚補助 或是結婚就送 紅衣機洗碗機掃地機三機祝婚姻 或多少或少會有 畢竟可以省一大筆 這個誘因只是一時的啦 我覺得還是沒有辦法去解決到後面的問題 北市結婚對數從2011年的2.1萬對 2020年銳減到1.2萬對 高房價低所得 讓年輕人不敢婚 甚至擔心養不起小孩 市府出奇招送錢送家店 想拉抬結婚率 挽救出生率 但恐怕只是治標不治本 歡迎新聞 紅世辰葉秉潔廖品君 台北台中報導